小兰遭到误会被活埋 这是小五郎哭得最惨的一次 也是他难得的睁眼推理 为了解救自己女儿 可以说是差点跑掉了自己双腿 最后还亲自上电视 求犯人不要伤害自己女儿 小五郎受到委托 来担任女明星的保镖 但突然间反火喷头打开了 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拉住女明星就跑 小兰直接一招飞踢 将歹徒弃开 此时又一个面具男 拿着电机棒冲向他们 电运后扛着就跑 但实际被扛走的人 是扣死成女明星的小兰 小五郎和柯兰穷追不舍 但是歹徒直接坐快艇的逃走了 然后两人又骑着自行车追上去 当他们赶过去时 只留下了歹徒的面具衣物 柯兰注意到 船上好像有小兰特意留的记号 小五郎才是二话没说 直接看上别人汽车追过去 他给目目几乱打通电话 说自己正在追踪一辆红色货车 小兰可能在上面 而他的手机信号确实也在拉着方位 其实早在一周前 公司就收到了恐吓电话 同时也提到 有那么一个男人 一直以来都很关注女明星的生活 无论什么活动都没有缺席过 反正就很可疑 小五郎下车赶到货车的地方 男人开车不小心把护兰给撞了 似乎很着急的样子 此时小五郎注意到了 电视里正在播放绑架的新闻 一下想起刚才那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警方这边通过监控 也大概看清了其中一个人的脸 小五郎也正式想到了这个人 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对女明星十分关注的人 小五郎又急冲冲的追过去 柯兰这边也从小五郎的对话 得知了那个男人肯定参与了绑架 明明假发掉了 却还知道小兰是紫色头发 而小兰留下的记号 就是指飞饼回收商店 此时他们看到了 在公路上奔跑的小五郎 告诉了他小兰现在被关在冰箱里 歹徒果然开戴了回收商店 把小兰爆出来 才发现好像抓错了人 小兰走过来质问他们 没办法又把他给电晕了 发现他的手机还开着 警察说不定知道了这里 那既然看见了他们的脸 也就只有用那个办法了 小兰的手机信号一下就消失了 因为地上有刮痕 小五郎下车顺着刮痕追了过去 警方这边也得知了歹徒信息 正是绑架小兰的那两个人 但木木同时也提到 案发时的防火报警器 离舞台有一大段距离 那两个歹徒完全来不及 也就是说 这几个人里面还有共犯 另一边 小五郎赶过来时 人已经不见了 冲进屋内也一个人没有 只有那一大堆的女明星照片 而电话里还有和女明星的聊天记录 对话内容是 女明星让他今天在舞台把他绑走 这一切难道都是女明星策划的吗 绑匪也在15分钟前回复了 说自己把绑架对象搞错了 之后打算把小兰运到废品填埋场 而一旦送过去 小兰恐怕就凶多吉少了 扣兰仔细观察照片后 感觉这是别人伪造的 就是为了把注意力转移到女明星身上 突然电话又响了 没人接听 然后转到了达路机 但是没有人说话 小五郎拿起电话就是一通质问 那边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也直接向绑匪暴露了自己 现在毫无头绪可言了 绑匪现在都已经不知道 把小兰拐在了哪个地方 他也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小五郎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助理回想起那会在走廊打电话 没看到可疑的人 那么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快速找到照片里的那个废品填埋场 高木找到了绑匪的电话信号员 是从米花里一带传来 但是那一带还是挺大的 搜寻十分困难 小五郎都得着急哭了 此时他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 打算通过媒体 亲自出面来呼吁犯人 这也是最后的赌注 要求电视台转播自己的画面 就算最后一次希望也得尝试了 然后一切就绪 电视开始转播 小五郎也当着公众的面 讲述自己的女儿和绑匪的事情 希望绑匪不要伤害自己女儿 他也才17岁而已 小五郎平时也没求过人 这次他是真的没办法的 但是最后他提到 小兰已经掌握了绑匪的证据 这是很出乎意料的 他说小兰当时在活动前四处拍照 不经意间已经把绑匪拍了进去 所以找到他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不想把事情闹大 就把小兰放出来 其实这一切是小五郎的计谋 因为这么一说 绑匪肯定会把小兰挖出来 清理他的手机 给绑匪下的圈套而已 而绑匪果然也开始行动了 当他们赶到目的地 小五郎他们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因为当时的电话打入机里 隐约能听到短发女的铃声 助理也才恍然大悟 短发女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拍新闻 他转身就跑 直升机的灯光 刚好已探照到了另外两人 小五郎气急霸坏地逼问他们 助感往那的地方 直接动手挖了起来 还一边大喊小兰名字 打开冰柜后爆出了小兰 已经奄奄一息了 虽然电视上的一切都是小五郎演出来的 但也绝不单单是演技了 过了解了оз声 如果您没有邂逐转心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